從裡到外 精心拍攝影片不只如此 還要送出蘋果手機打出標題 要換屋降價賣 一度市場上一方難求 但現在開始出現賣屋速度要加快 原因之一很可能是房貸卡關 做政策的時候沒有想周到 所以我們平常老百姓沒關係 可是碰上這個事就很衰了 對不對 原來政府的美意他也弄不到 那怎麼辦呢 假如已經看上了 又付了丁就很麻煩 小困擾 對啊 如果沒有做好儲蓄的話 對啊 對年輕人來說 然後看怎麼解決 溫和的解決 不要造成一個社會上的一個 像說引起一個民燃 而民眾最期待的是什麼呢 有超過半數換屋族 先買後賣者 希望竊節兩年內收出舊屋不受影響 另外有四成 期待依法繼承 不會被卡關 再來將近三成的民眾 期待能排出第二屋 持有六年以上者 那最主要是因為央行 在9月20號做了第七次 選擇性信用的一個管制 所以貸款變得不是很容易 所以市場有很明顯 所謂亮縮的一個情況 房仲業更直接預估 房市景氣燈號將從黃紅燈轉綠燈 估計第四季整體房市 還會亮縮軟著陸 央行打炒方IP亂打一通 說好要給的配套呢 半個月一晃而過 去哪了 央行目前還沒有給出新答案 但是已經讓大眾 和整體房市都是心惶惶 東森財經新聞毛招品成 浩平留言在台湯島